26. 楊誠晚報 全國版 2015年7月20日報章 B.01娛樂湯圍 父母祖祖宣出我的跨國婚姻湯圍和廖凡此次成了一對歡喜冤家 湯圍從現片中虐待廖凡的場景馮小剛與蔡康永遼天 楊誠晚報記者李黎由馮小剛監製的暑期當浪漫愛情喜劇 命中注定即將於7月24日全國公映 昨日,馮小剛帶著男女主角湯圍和廖凡在北京見媒體 期間還請來蔡康永捧場 說到是否有命中注定的愛情這個命題 已婚的湯圍連連點頭 他首次透露,自己跟韓國導演金泰勇結婚之後 無意中返到婚前爸爸媽媽為他的因緣所求的孫命子時間 地點、人物全對,我的愛情就是命中注定湯圍說 他當初看到命中注定的劇本開頭,就覺得自己應該演 因為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女孩因為算出了自己命中注定的愛情 於是一路跑去意大利去尋找 結果還真的找到了那個命中注定的人 同樣的故事,湯圍自己也經歷過,我結婚之後 真經找到了父母在我定婚前幾個月分別在不同的地方幫我算命的紙條 當時婚已經結了,沒想到再翻出來 日子,人,所有事件的過程,狀態竟然全都靈驗了,很準 真是命中注定的感覺 湯圍說,因為體驗過命中注定,因此他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當即就決定非拍不可 我的婚紗士老公幫事的湯圍和金太勇分後頗為低調 昨天,湯圍也主動曝光了兩人的歸房之樂 原來,身為導演的金太勇頗有職業病 平日最喜歡的就是對著老婆拍照 據湯圍說,他還拍過他在院子女追著雞丫跑的鬥落場景 當天,蔡康榮懷懷地問起湯圍去是一間的時候 金太勇是否會跟進去?湯圍大方地回答 小啊,我是婚紗的時候就是他幫我的 那天正好有一束光從上面打下來 我穿著婚紗從鏡子裡看他 他正好也在看我 當時我真的肯想哭 沒想到這麼浪漫的故事 全場聽了卻大小,令湯圍頗為不解 是一間是什麽緊,快告訴我 這方面我特別短路 結果追問了半天也沒人肯告訴他 棄得湯圍直躲腳 真正浪漫是在七八十歲命中注定是一個為我勇敢的故事 那麼生活中你又做過什麽最勇敢的事 對這個問題 懷疑兄弟達波斯王中類的回答是 我最勇敢的事就是二十二歲下決心娶我識婦兒,然後一輩子不分開 料凡說,我以前老覺得熱戀是一個很短暫的事情 但是沒想到我已經談了十年的戀愛 我覺得我挺勇敢的 湯圍的回答則是 我覺得我價級外國人挺勇敢的 結婚的時候完全沒想過 但是之後慢慢地發現原來需要勇敢的路應該最後哪呢? 雖然小小地感太了一下跨國婚姻的艱難 但湯圍對白頭到老這件事還是挺有信心 他說起自己覺得最浪漫的是便是和老公在機場偶遇的一對老頭老太手牽手 老太太穿得特別優雅,腳上一雙乾乾淨淨的黑布鞋,戴著帽子 兩個人戰戰危危手拉手往前走 所以我覺得真正浪漫的事 是兩個人一起走到七八十歲 花水逢小江又讀詩,藝人被偷拍,八成有預謀拍攝時 料凡在風景如畫的意大利小鎮不幸受了傷 最灰禍首是湯圍當時拍的是料凡普湯圍的戲 不過,考慮到女神的情緒 昨天說起者是料凡還專門強調 她很輕,是我準備工作活造充分 料凡受傷之後,湯圍的表現令她相當感動 當時一受傷,湯圍小姐就開始給她國內的醫生打電話 當時國內時間應該是早上四五點鐘 她不管不顧哀過打,我說你別影響大家的休息 她不聽,最後請教了一輪 她自己拿著牙咎的火棒給我做物理治療 把我嚇得,後來的幾天,都使湯圍推著了凡的輪椅去開工 她笑說,她讓我提前感受到了老年生活 兩人在片中有一段意識大膽的激情戲 湯圍坦然,自己拍之前忘了跟老公報備 不過事後並不會悶她 還會帶著老公去看電影 蔡康永逗她,老公不會吃醋嗎? 湯圍大大咧咧地小 會呀,還有一個小故事 因為湯圍不滿意馮小剛的審美 不顧監製的心情 開拍第一天就拉著了凡到三里團買私家戲服 結果兩人在街上曠了半天也沒人衝她們拍照 第二天湯圍還專門上網搜八卦 結果也沒有 說起這時,獨視馮小剛又真相了 我發現藝人被狗仔對拍 大部分應該都是經紀人通知的 你說事不是,如果不通知 她們兩在三里團多繁華的地方跑了一下午 第二天,網上,一張照片沒有,你來 就乾杯